Podcast 品牌变现 全台最大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帮你实现 创作者们 开启订阅制吧 接受赞助 创造收益 和粉丝一同努力 First Story 提供多元方案 协助创作专属单集 一键整合平台 金流 会员 带动听众人数 提升收听量与分享量 现在开通订阅制 再送十万次节目宣传曝光 乡亲点击资讯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来北山 我是秀珍 大家好 我是慧轩 大家好 我是秀儒林 好好 今天来北山的节目 邀请到就位我很亲爱的 也很配合的 我都叫他师母 其实徐老师是在台湾古道里面 这我说 应该在北古道的人都知道 他的名字 他跟杨兰俊老师 其实神雕侠侣不是嫁 我来说 真的 我们如果走白月 或是要走山顶的 不管哪一条古道 基本上 很多都是他们探查出来 输入历史输入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福 可以邀请许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们如果听众朋友要开始接触到台湾的古道 其实如果可以开始看杨老师的租 我也是我和那两个都是这样的 不管是什么浸水云古道 你如果可以开始设这些租 你走这些古道的时候 你就不是走马看花而已 不是只有走路 是是是 我们来北山 我们进城店这个泰陆的国家公园开始公开 所以我和慧宣有说到 河湾月灵古道 还来就是这个南高月灵古道 我们进城区的地区也拿到 不像八通关 是是是 所以这很精彩 很精彩 我们如果说探查这个部分非常辛苦 也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经常 我做巡山学的时候也是经常被 陪很多学者 去探查 所以我们随随来听徐老师 跟我们说 哇 那 同早开始 要怎么探查 他是怎么 会接触到这个台湾的 我们很多山和古道 这也是我很想要听的故事 因为看这个有点看得到会 不好意思 看久会感觉 我们都有想象而已 但是如果有人亲自 听到他的声音来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记得的 电影 所以我们今天 哇 很欢迎 我们都是小粉丝 看到徐老师真的 哇 好充分 对 不要这样讲 我觉得老师真的是 其实读他的书 不管读他的书 或者说看他很多就是这些 研究报告啊 成果贡献 我觉得感觉上 其实像是在读一本那个 台湾的登山史啦 应该是这样讲 那不管是他在书里面 或报告里面 其实都可以看到这一些 所以我觉得老师 基本上就是 一生都是宝藏啦 所以我们可以 今天终于可以尽情的 跟他挖 挖宝 活字典 对 没错没错 台湾百月就在这里 对 真的 老师 您先讲讲看 就是说 您怎么接触 这个 怎么会想说 从这个 因为我知道 你的爬山历史 非常的 非常的久 山还非常久 现在还在爬 对 现在继续在爬 就是 其实老师从高中开始 就开始在爬山了 而且呢 他还独攀 独攀北一段 好厉害 我想大家如果有看过 顾应行的话 应该就知道说 这里面 特别是跟这个 书名同名的 这个 同名的文章 顾应行 里面就是讲到他爬 独攀北一段的 整个心路历程 对 所以想请老师来 分享一下 就是说 你怎么 怎么跟山结缘的 怎么会这么早 就 对对对对 我觉得跟老师 可能生长环境有关系 因为他住过的地方 其实都很靠山去 对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影响 然后他是有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嗯 就请老师来讲吧 我是出生在当时的台北县三峡镇 那三峡 大家知道 三峡 三峡 本来就 本身就是旁边都是山 那我们家也有做山 就有在山上有造林 有种梧桐 然后还有种果树 那 所以小的时候呢 刚刚学会走路就很喜欢跟大人一起上山 嗯 而且小小的一个个子 又很爱背东西 我妈妈就骂我爸爸说 你看 他这么矮都是因为你 你怎么背那么多 背那么重 你有一盆都没大 哇 那我小的时候 对我个子很小 我小的时候 有个绰号 叫三寸丁 现在才148公分 哇 不简单 那 嗯 嗯 最早的时候呢 嗯 我一个人自己亲近三 是小学 一年级 要升二年级的那个暑假 嗯 因为我们 我们的 全部都是 讲台语的 啦 包括校长周会 啊 召会 训话 然后老师上课 全部都是用台语的 嗯 因为全班同学都没有人会讲国语嘛 嗯 那 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就要搬来台北 搬来台北就读福星国小 嗯 当时福星国小 教育部的那种国语文推行委员会 他就是设在福星国小里面 所以在福星国小的时候呢 呃 就完全都不能讲一句方言啊 当然就包括台语都不能讲 OK 那我妈妈就很紧张说哇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三峡国民小学呢 全部就是只有一个外省老师 他是驾到那边 嗯 那他驾到那边 他们夫家呢 是在住在山区里面 就现在我们说那个 土地公庆 然后福德坑的上面的山上 那我妈妈就去拜托他 他就收我那个 我那个暑假呢 每天早上吃完早饭 我就自己一个人哦 走路走到 老师家 那个时候 山峡有那个 就台车道 我就是沿着台车道啊 这样走 可是那个时候台车已经 没有在经营了 因为那个时候煤矿 已经没有在采了嘛 那我就沿着台车道走走 到快要到老师家 就爬一个坡上去这样 差不多 我说单程是一个小时 哇 一个 就去学国语 对对 然后学完了以后再 在那个回家 我现在就在想说 哇我妈妈实在是 心中很硬的 你自己这样 我那样 我对 我一直到小学二年级以后 到小学三年级我才有超过一百公分 我那时候 就是沙 就沙 然后又长得很可爱啊 因为以前没有坏人啊 所以 不然你用鸭去 对 真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自己去 就沿途啊 边走边玩嘛 有小溪啊 然后这样子一点都不怕 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山上 是很安全的 很自然的 没有什么好怕的 这也就是后来我能够自己去读攀 现在我当然是非常的 不推荐大家去读攀啊 因为读攀有读攀的那个 风险 对 还有你本身的条件要够 那但是我就是在这种状况 我的心里是完全不怕 进入山区 对不是 我对于山的那种很多人会恐惧说 看到什么就是自己一个人就会 就会开始 对对对 我是完全没有这种 所以从小就这样 后来呢 到我们 我能够选择 就结婚以后可以选择自己要买房子的时候 全部都是买在山边 然后就是第一个房子 就是买在那个余农路啊 然后只要一出门啊 就可以开始爬 所以我女儿呢 当时学走路他是在巴拉卡公路学走的 那时候巴拉卡公路没有车子啊 早期的时候 石子路什么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爸爸在比较上面的地方给他放 因为有点坡度嘛 他就这样子 所以他九个月的时候就已经 就已经被走路了 然后因为 那因为我们 从小训练 对对对对 我们很我们很爱爬山嘛 有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托我妈妈 可是有时候不好意思 都就 可以的话 就把他们也带到山上去 那对对 他们对对 他们他们就那个很小就是跟我们去爬山 譬如还去包挂那个 金拉巴鲁 对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 他们几岁的时候啊 女儿是国山生高中的那个 然后儿子是国小生国中的 那一年的暑假 所以有去海外爬山 对对 还有到美国去啊 就是那个洛基山脉 反正我们 我们的小孩是从小就跟着我们一起爬山 包括雪山啊玉山啊 那个是更小的时候 玉山的话 我女儿是小学一年级 儿子是幼稚园 对对对 真的是亲子也是亲子登山的一半家庭 对哦 我们刚刚就听到了 所以老师从小就是耳濡目染 那个那个生长的环境就提供他这样子的条件 然后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爬山是要有一些心理素质 就是各方面对环境的不管是适应力啊 那个硬变的状态 那我觉得老师真的 独立的个性 对对对对对对 看得出来 好 那呃 其实我知道老师 其实因为我跟老师有些私交啦 所以我其实都知道他的小学 初中高中 大学念哪里 对 其实老师念的真的都是百年的老校 对那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说老师是登山社的嘛 他是台大登山社的对 那以前老师好像台大也是念化工系 对对 可是这一点我也蛮想问老师 就是老师为什么化工系 然后后来好像 找去背双 对对 而且而且你的其实你的文笔非常好 那不像是念理工科的人 那文笔是 呃是因为也有多少受到三的启发吗 就是说让自己有更多的灵感或素材 然后然后写下这些文字 这点也是我蛮好奇的 还有就是说像山社的一些经验 因为很多像以前我认识的一些山社的这个学长姐 他们都说其实山社的一些训练 跟对他们以后的这个工作啊 都很有帮助 是没有错 对对对对 想请老师来分享一下 说到那个写文章跟读化工系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 不会说有什么冲突 冲突的 对 OK 你看像那个最近不是一个蛮有名的那个 那个小说家 历史小说家陈耀昌吗 他是独一的啊 他退休以后呢 他就一年一本的那个台湾历史小说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是写文章是个人的兴趣 那我原本从小学就是就是就是国语文方面都还蛮强的 很优秀 那个时候有那种国语文实相全能 我通常是代表学校去比赛的 那为什么没有去读文而去读理工 因为我自己认为说文科的东西你自己可以去读 可以去读不要到学校去被那个用那种训辜啊什么什么 自己全部都读的变成像石头一样啊 不好意思啊这样子讲 那就是说我认为文章我是可以欣赏可以写这样子 这算是说上天给我的天赋 可是理工的部分你一定要去学校受到正式的训练 而且我觉得读理工的那个给我的一个训练就是 第一个就是逻辑性很好 因为我们后来在调查古道的时候 所拿到的那个资料非常多 会有那种互相矛盾的互相怎样 然后这些资料的那个前后啊 次序怎么排让他可以变成一个有一个逻辑性的 变成一串的故事这样子出来 那那个是跟那个理工的训练有关系 还有就是说我们化工有一个很有很重要的课程叫单元操作 不管多困难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分成很多个很多个小部分 逐一来完成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后来的人生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有这样子的理工科的训练是蛮蛮有用的 哇 所以这个经验谈我第一次跟人家讲 家长家长有听到 所以我就很放心我女儿选选那个四班群 我还蛮放心的 真的是今天不只听来八山而已 这个教育上面还有这个兴趣还有志向的选择 我们今天来八山呢 上一段说到许老师他安装 开始在他八山去学学国技 对啊 他来呢 他结果要训练一年也好 训练学校也好 他是如何去修科训练化学 化工的理科的 但是人家租还有这么多本 他说他懒得背诵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徐老师应该是有天分 但是他的思考 我觉得大家可以合适 就是说 对啊 如果这个社会是历史文化的东西 要用背诶 但是他在学校里面 一直在背诶这些东西 这些是感觉很浪费时间 而这个理科的部分 其实是逻辑啦 系统啦 这个我感觉说 像我现在回来设计 这些逻辑系统的部分 我觉得很吃辣的 所以相见恨晚 而且老师很少就有这个先见之明 而且我觉得他很多东西 他很会深入的去思考 像刚老师在分享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老师 这个就是说他从小这个环境 不管是在家庭或学校 把很多东西都把他这个素养 都把他养成 这个环境 结合起来 然后加上老师又很有 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有一些有一些天赋在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也 也在他未来的这个山崖里面 不管是做一些古道踏踩的研究啊 或者是说一些很多的这个山形 譬如说 因为以前老师山社里面 都是向导组的组长嘛 对不对 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你要规划怎么样的一个山形 要怎么带队啊 这些种种的东西 其实在老师的这个 从小慢慢成长的环境里面 其实他都慢慢一直在建立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大家可以学习的也很不容易的 这一点我回去一定会跟我女儿分享 哈哈哈哈 其实我会 我开始感受到跟老师 就是他们做的工作 很辛苦是在 我没风的时候 我是在做这个解说员 嗯 那解说员的工作呢 我觉得爬山哦 你看我们背山的专心爬山啊 背个背包啊 顶多拍拍照而已 他们是踏查呢 他们是要做研究调查呢 啊后来我怀了有对幾遍的 这个水路调查 有什么调查 我感觉很辛苦 我老师和师母两个 我感觉真的是不简单 啊秀珍姐你听说你上次有跟这个 杨老师徐老师一起去爬玉山 对不对 是是是 因為當時我都在玉山國家公園做巡山園 那時候楊老師有來 我很幸運可以陪他們夫妻兩個人 一起去爬玉山 當時都是11月底 所以其實玉山很冷 我覺得很配合楊老師 他年紀那麼大又有辦法這樣 帶那些學生走 我覺得一輩子 我跟他吃的那個花有辦法這樣隔壁玉山 我真的是很厲害 我覺得不簡單 一輩子都在這個山裡面 然後都給台灣的古道 台灣的這些調查 所以聽見朋友 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老師他們兩個留下來 這些留下來的很多資產 所以想要請問老師 怎麼開始去做探查這件事 因為剛才你是要八山而已 開始八山嘛 三色嘛 對 實在應該是還以前啦 我在初中那時候 就是參加女童軍了 就已經開始野外求生啊 然後什麼追蹤啊 什麼這些啊 地圖定位這些 那個時候這種基本的在 就已經在初中的時候 當女童軍的時候就已經學下來 然後到高中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是讀北韻女嘛 那北韻女那個時候救國團不是 每年寒暑假啊 他都有很多的活動 那包括很多是那個登山的啊 包括 對我最早第一座山呢 就是高一的時候去雪山啊 然後 然後玉山 玉山系統 對 楊老師第一座也是雪山 對 這麼巧 而且我是參加救國團 對 也是參加 可是我是比較早的 我那個時候 參加救國團是 救國團第一次的辦雪山 他還叫做新隆山 新隆山 對 他那個時候還叫新隆山 然後是第一次從雪山的東風上去的 因為早期日本時代那個時候 跟那個後來民國以後呢 都是從自家洋 都是從自家洋嘛 從雪山南風過去的 對 那那個時候是因為 因為有武林農場的關係 就開拓了 從雪山東風上去的那條路線 所以我們那一次去的時候呢 有幾個伯伯啊 就是他們就是挑那個棉被 棉被哦 就是我們是因為是第一個 所以棉被就是全新的 他們 他們就是 對 他們先出發 那我們是比較晚 只有中間有超過 因為他們杯比較重嘛 挑棉被上去 然後當時的七卡山莊哦 是什麼樣子呢 是竹子做的哦 哇 對 就是很臨時的這樣子 哇 蠻有趣的 有種摩托想像耶 摩托想像 對 就是那一次我爬山下來以後覺得說 蛮輕鬆的啊 可能是那個時候因為年紀小 恢復很快 我就覺得爬山一點都沒有 在身上好像小鹿一樣啊 就這樣跳跳跳上去下來都沒 都沒什麼感覺 後來就覺得我好像可以去 繼續抱那個那個登山的那種 團隊 對 那因為北女的那個名額很多 可是大家都很認真啊 大家都 大家寒暑假都要去補習啊 要進修什麼 所以報名的人很少 我想抱什麼就抱什麼 所以後來有大壩尖山啊 還有虎孝戰鬥營啊這些 哇 這些老師高中都爬完了 對 就是都想參加什麼就參加什麼 對 所以到大學的時候 一進去的時候 就已經資歷就比較多 對 這個資歷太豐富了啦 對 而且因為我參加虎孝戰鬥營那次 他寫了一篇三訓日記 參加那個真文比賽嘛 沒錯 然後就得了那個金獅獎 就首獎 所以進大學以後啊 大家就已經好像 就已經有名氣了 那又因為我在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自己有投稿 還有幫一些老作家 對幫一些老作家寫文章 當那個桌刀人啊 因為有很多老作家他們 他們其實是以前寫得很好 可是年紀大了寫不出來了 甚至寫字都已經手發抖了 可是因為有名氣的關係 很多那個報章雜誌會跟他們約稿啊 所以他們就會找一批 像我們這種小毛頭來幫他們寫 那我為了賺錢 我那個時候就寫很多 尤其到高三的時候 本來一起寫的 高二一起寫的那些人 大家都分分都說他們不寫了 就全部都我一個人寫 所以我就賺很多錢 所以登山鞋啊 然後那些睡袋啊 背包啊 什麼這些這些東西 我都不用跟家裡的人拿錢 自己就可以買了 報名參加救國團的這些活動 也不用跟家裡拿錢 這樣就比較有底氣了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文武雙全 不好意思 真的 真的 因為老師很多都是獨自完成 能夠獨當一面 對 真的不簡單 那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上了大學以後 那在台大登山社 我不是向導組組長 我後來是曾經擔任過山難組組長 可是我們向導組裡面 有分成很多群 就是勘察群啊 那我大一的時候 就是幫那個天蝎群的 我們叫群頭啦 就是我組的 總共有34個那個群 群員 以現在來說 這樣已經可以做成一個社團了 可是那個時候是我的群員 因為天蝎拉著一個長長的尾巴 所以有很多 然後 後來就覺得說 這麼多人去勘察 尾巴那麼長 很麻煩 通常勘察好像不會那麼多人 對 所以後來 後來大二的時候 我就把天蝎群讓給別人 我自己就 跟另外兩個 台大森林系的 就我們就 三個人就合組天鷹群 因為天鷹群是 三顆主星嘛 三個人都可以獨當裡面 另外一個就是 很有名的阿廣 李治廣 你認得嘛 真的 曾經是玉山國家公園的 那個 的課長 還有一個就是 林哲同 他也是 台大 他也是森林系的 然後 他後來是 都一直在那個 湖山植物園那邊 所以我們 後來我們的勘察 都是我們三個人 去了 就是 說好 電話一打 就馬上 馬上去哪裡 就可以去哪裡 所以我們 我們在山上的時候還 發生了蠻多 就是說因為是勘察 有的時候就 沒有東西吃 就會超過時間回來 就在山上野外求生嘛 發生了蠻多 有趣的事情 還沒有寫在書裡 等到將來 再更老一點 再來寫吧 老師那你 那你那時候 大概三位你們 有去走過 什麼樣的路線 因為以前一定 都是一些處女地嘛 有沒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 我們這種的勘察 通常就是在 台北近郊嘛 就是從那 譬如說 烏來大同走到 滿月園這樣下去 對啊 那中間在山上過一夜 過一夜的時候呢 晚上就在煮東西啊 就是在山上 那個用蛋炒蘿蔔乾這樣子啊 晚餐吃一吃 剩下的帶便當 然後隔天在吃便當的時候 才發現說 有很多蘿蔔乾 其實是馬房水智啊 因為蛋打好了放在那邊 有香味 他們就掉進去 掉進去 然後就 增加蛋白質啊 就把它煎一煎嘛 晚上吃了 因為暗暗也不曉得 香菇 跟蘿蔔乾也蠻香的 香菇 長得很像馬房 結果 結果隔天中午便當打開來看 怎麼黑黑的一看 然後原來是 原來是馬房那麼多 才知道烏來大同那一代啊 真的是馬房很多嘛 就是拔刀而高腰這樣子啊 對 對 還有一次我們是到那個 就是平林那一代啦 那邊的梳妝樓梳妝頭那一代 然後那個 因為絕糧 就是在身上 所以我們後來呢 就是 開始就是吃那種 變很多野菜 絕類 絕類那個 然後我們還吃那個就是 那個 茅草裡面啊 我有寫啊 茅草裡面的蛋白質 裡面有一種 現在想起來 它應該是那個 搖蚊的幼蟲 就是紅蟲 白色 紅色的這樣子啊 有有有 滿滿的啊 對啊 我們就這樣子就 把它吃下去 不敢吃的話 就到進那個 稀飯裡面 拌一拌這樣增加蛋白質 說到紅蟲 我們之前在那個 大水窟 林淵源大哥 就是因為沒有水 沒什麼水了 撈起來都是紅色的那個 哇塞 那海拔那麼高也有 對 然後煮成稀飯 哇 不吃也不行 哇塞 身上都沒有問題 哇 對 因為台大登山社 其實它在 各大專院校的登山社裡面 它就是以探勘出名的 對像他們有出了四本的 非常經典的這個探勘路線 包括南湖啊 丹大山區啊 白石啊 還有這個 雙鬼湖 對雙鬼湖 對對對 所以呢 老師你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登山社是大概第幾 第幾屆或第幾年 我是第十一屆 第十一屆 哇那也是很前面 台大登山社是這樣 他是以十年為一個單位 第一個十年第二個十年 第三個 現在已經是第六個十年的 第六個十年 去年就是六十周年嘛 那我們在加羅湖那邊 對 會師 對 沒錯沒錯 對 所以就是台大登山社一直是 各大專院校的山社的榜樣 就是說 因為他們走探勘 探勘出名 所以 其實從老師剛剛分享的東西 我們就覺得 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後背 我們這些人 大部分都是循著前輩已經開出來的路線 我們就跟著走 尤其現在大家根本 紫本地圖也不看了 直接就是這個電子地圖這樣看 就跟著走 所以就是對整個山域的方向 路感什麼 其實跟以前這種探勘 其實真的落差很多了 所以我們怎麼樣找回這種就是爬山的一些這種 比較原始的應該是我覺得說也是一種本能 也是一種可以增加對整個山域的這個了解 我覺得應該這種精神要找回來才對 對 那我覺得老師剛剛其實分享了很多這方面的經驗 尤其像在這個連風縱走的這一本書裡面 這本書其實就是有提到這個楊南俊老師 他其實就是說 因為聽說你們以前爬山也是 都是點跟線的概念 就是說可能爬一個山頭兩個山頭這樣 但是後來楊老師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把這些就連風的概念 把它串成一個縱走或怎樣 所以這個也是他後來跟一些相關的前輩 也是把一些路都探出來 聽說我後來看齊來連風也是 對不對齊來連風那時候過卡羅樓 對這個也是也是老師這邊把這個路探出來 對我覺得真的很不容易啦 就是說這個我不知道老師對於這一方面 有沒有一些特別特殊要分享的 或是一些看法給現在的後備參考 對就是我覺得現在爬山就是說 因為可能現在資訊的取得都非常方便 所以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對環境的感知或能力 我覺得都已經下降了 所以我想就是說台大登山社他們開創的一些 譬如說一些前輩開的一些路 或探勘的一些精神 我們是不是能夠在這種所謂的AI來臨的時代 然後我們可以慢慢找回一些我們人的基本的這個能力 對因為我覺得這個能力好像一直上市 因為我們現在越來越依賴科技 對所以就是說想請這個老師也算是探勘界的前輩 來聽聽看他有什麼建議 你們現在說的探勘大概就是我們已經做了三四十年來的那種 古道的探勘還有舊部落的調查 那當然現在是很好 現在有空拍機啊 那現在還有光達 對 就提供了很多方便 那我們以前就比較慘 以前光是要測量一個什麼 要帶個又重又大的皮尺 對 然後因為沒有空拍機 所以我們那個真的就是一步一腳印 慢慢的找出來 砍出來 以我們在調查巴通關古道西段的時候 就關高下面那段路呢 曾經去了17次喔 才找到 就是從日本的那個巴通關越往下走嘛 我們知道他的路應該是在巴通關 就關高的下面 現在關高的下面 然後從上走下去看不到 然後又從下面走成有藍溪 溯溯溯溯到那附近金門洞 那個斷崖前面再往上爬 這樣總前後有17次都沒有找到 哇 那為什麼我們堅持要去那裡 是因為曾經問過那邊的彩晶的工人 以前有中央金逛 白洋金逛 白洋金逛 他的工人說以前日本路斷掉的時候 他們就去走那個地形公的路 就是清朝的那路 以前都把那個中國早期的這些都叫正成工 對 他們我們知道那裡有路 所以飛去把它找出來 後來到第17次的時候 找到了原來他有46個石階 但是為什麼之前去了那麼多次都沒看到呢 因為有建築嘛 你知道你這樣子橫跨過去 明明路你這樣子跨過去 沒不確定路的時候 你就是越過去了 我們在調查古道也是 常常只有相隔一公尺而已 你從旁邊走過去 就沒看到 沒看到 就是沒看到 對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真的就是用最笨的方法 真的是一步一腳印 然後滿手鮮歇這樣子 去把它找出來 就那一旦找出來以後 就往前往後 就那個可以把那個路找出來 那我就是說我們當時的方式是這樣很笨 可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這種是累積起來的 那有的時候就說 你如果是精燉慢熬的一鍋湯 跟你用素食的泡出來的 雖然大家看起來 那個泡出來那個雞湯好像味道有一點像 可是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你要是有試過那種在山上 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跟自然融在一起的 你就不會想要說像現在 為了追求一個那個速度 對 為了就是那種用非常快的速度很快的跑過去 就是把登山變成一種體力的活動 那當然我也是不能夠去那個指責人家 因為也有的人就是說 我就是想要創紀錄怎樣 可是對於我來說 我本人是覺得在台灣的山上 已經混了55年 我今年70歲了 看不出來 有啊 在這55年裡面 我覺得我每次進去山 即使是像玉山這樣 已經走了很多次 一二十字了 帶人家去很多 可是我每次去我都有每次有不一樣的感受 我就是很希望說大家來到我們台灣的山上 真的是一個非常是一個寶地這樣 即使沒有爬到山頂 你走到一半就走不動也沒關係 你就坐下來 在那坐個半個鐘頭 你光看你的周圍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 讓你的身心靈都非常沉浸在這個自然裡面 一次兩次之後呢 你就會愛上了這種方式 像現在有一種是所謂的走毒 我最近帶的都是走毒的活動 它的速度就比較慢了 然後到每個地方停下來 就講這個地方的歷史啊地理啊 這裡的生態啊什麼啊 看到樹就講樹 看到鳥就講鳥 看到什麼植物啊 就是這樣子 那參加的人呢 他們都覺得說 跟他們以前去走古道去 或是去走登山健行 完全得到不一樣的收穫 那我是很希望說也能現鋪吧 讓大家在這種非樹的AI時代裡面 你有的時候你要回來做自己 不要讓那個山西產品帶著你跑 對 不要被他綁下 你回來做自己 然後你回來體驗人跟大自然如何 好好相處的這種的境界這樣子 好 是是是 這點我超認同的 因為我四月初的時候 我才跟老師去走那個靜水鱗古道 靜水鱗古道其實我在2017年 我其實七年前我就走過 帶我們全家走 那時候我其實也是帶著 楊南軍老師的書 他們的靜水鱗古道這樣走 對但是呢 這一次我七年後再走 我跟著就是這個徐如瑩老師 他就是這個導遊 就直接帶我們走 然後沿途就是這樣解說 不是這樣子一直走一直趕路這樣 真的是收穫很大 而且我們去看了很多這個舊舍啊 遺址啊這樣子 然後因為老師就是這本書的作者嘛 所以我們也聽了很多故事 然後呢 這一次我還跟這個老師同同室友咧 我們還一起睡咧 對對對 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我也很認同老師講的 就是說我們要有時候要放慢步伐 然後就是才能夠去沉浸 充分沉浸在這個環境裡面 對這點是我非常贊同 也是我一直在例行在做的 我也在努力 那最重要我還是覺得 老師走探勘這條路啊 我覺得認識 楊老師不知道是怎麼認識的 對啊 這一點 小的很想知道 應該很多人都想知道 很多人對啊 而且如果沒有講的話 很多人可能會自己那個腦補了 講了一些 所以我就自己來講好了 想要來澄清 其實我跟那個楊年俊老師呢 我們還沒見面之前 就彼此都知道有這樣的人 那那個時候 因為楊老師就是他爬山 他開始提倡連風縱走的概念 那就自己又創出很多條新路線 所以我們在台大登社 就是想要去跟著他的那個步伐 去走走那個路的時候 就會寫信去問他 嗯 結果你知道嗎 寫信從來都不回的 寫信喔寫信喔 我們以前真的都是寫信 我以前都是用寫信 沒有email喔 也沒有簡訊 我在這之前呢 我們也會問別的 比如說行天正先生啊 林文安先生 這兩位我們也是經常請教他們 那他們呢 通常就是用那種 那種密密麻麻的 那種螞蟻般的字 這樣寫得很清楚 畫地圖啊 怎樣怎樣 恨不得啊 把他們所知道 全部都寫出來 對 尤其是林文安先生呢 他當時他的經濟狀況不是那麼好 因為他是一個小職員而已嘛 那他呢 通常是我們寫給他的信 他都是在背後寫 甚至把信封拆開來 翻面 對 不是把信封翻面 就是 對沒有 沒有再去買一個新的信封 就是把 非常的反寶 是這種狀況 可是呢 楊年俊都不回啊 所以 太大牌了 對對對 後來才知道是冤枉他 就是 他自民國六十四年的時候 就到台北來 他原本是台南市登山會的那個會員 他是住台南 然後他是在美國空軍基地工作 後來美國空軍基地就收起來了 收起來以後 他就被調到那個台北 美國大使館的領事組工作 所以他那個時候 因為已經百月快要完成嘛 他也把他一個 跟他一起爬山 叫蔡壽榮的 就想辦法也把他弄到這裡來 讓他們就在同一個單位工作 也一起爬山 可是他到台北來的時候呢 聽說他有到台大登山社 來拜碼頭啦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沒有人注意 他來的時候沒有人理他 他就在留言簿上面 寫一個 寫一個就說揚人進來訪 衛浴啊 唱盛這樣子 後來有人看到以後才說 這誰開玩笑 怎麼可能啊 因為我們都講說 他是台南的啊 都沒有回信 對對對 那他到台北來呢 他到台北來 他自己也有去爬一些山啊 那可是都沒有跟那個中華山越的那個這些 那個一起爬山 有所接觸 對 後來有一次他在登山友 就碰到連安寅啊 連安寅就跟他說 老楊啊你來台北 你都沒有這樣 跟大家一起爬山見見面這樣子 那我呢 我平常在台北的話 我也是這樣 就跟登山寺的向導組去爬山嘛 去走探勘的路線 很少去走向比嘉山這種 我們認為是大眾化的路線 對對對 你們那時候講西門町路線 那是好特別的名詞 其實那個時候比嘉山 跟現在又不一樣 現在還是要上面做了那個啊 很多拉扇啊 拉扇啊 以前全部都沒有這些 好 就是說我平常也不會去走這種路線 可是剛好就是有一個山友 是台中的山友 他到台北來受訓 剛好禮拜天有空 他就打電話給我 可能在山上不小心留電話給人家 哈哈哈 然後他打電話 我又不好意思拒絕 又不想跟他單獨去爬嘛 嗯 我就說啊 那這樣子我就翻一下報紙說啊 這裡有一個比嘉山 那我們就去比嘉山 因為很多人嘛 比較不會尷尬啊 對對對 我那時候才是大學生而已啊 大二 不想跟一個男生這樣分獨去爬山 所以我們就一起去比嘉山 而且可能那個男生不是老師的菜啦 哈哈哈 那個現在 好啦好啦 繼續 反正就是 我們到那個要到那個登山口啊 然後又開始爬 就就是看到那個 一大堆人都圍著一個人啊 在那邊啊 就在介紹啊什麼 我就想說啊不要理他 我們趕快先走 然後就走著走著啊 我就跟那個那個山友就失散了嘛 我就走很快 我就走第一個 然後後來走走到那個 比較山這個圓棱的地方嘛 那地方很窄只能一個人過 我走到前面就覺得 後面有一個人討厭啊 怎麼跟我逼人那麼近啊 很沒禮貌 想超車 想超車 我就不讓他超啊 他走越快 我就跟他越快 反正始終跟他保持三步距離這樣子 後來過了那個圓棱 那個人就從旁邊就衝很快這樣 衝到前面去啊 然後他就回頭就瞪我一眼就想說這個小男生 因為我那時候頭髮很短啊 然後就戴個帽子看起來很像男生一樣 他就想說這個小男生怎麼沒禮貌都不讓路的 然後我一看到他我就說 欸你是央南俊嗎 他就很高興 我為什麼會看就知道 因為我們以前都有看那個南登之友 就是那個楊南俊在台南市政策會的時候 他是南登之友的那個編輯 編輯 對他是主編 那其實那裡面的大概90%都是他寫的 因為他找不到別人寫啊 所以他又用很多那個什麼雲台啊 阿波羅啊 南七八糟 李明十幾個美 每幾都是他 對對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也很愛看南登之友 因為他寫的都是最新的 而且他新的路線啊 新的那個山框 所以裡面就有他的照片 所以我一看我就認出來 他就很高興啊 哇原來是我的粉絲 他就說你怎麼認識我啊 我就開始破口大 這個人啊怎麼這樣這樣那樣 行天正怎麼樣怎樣你就怎樣怎樣 然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他搬家了 我們寄到台南的那個信 都沒有收到 然後就是這樣子啊 就從破口大罵 然後他就說他有來台大真正社啊 他有來啊 來的時候只有看到有一個啊 就穿著短褲赤腳啊 然後趴在地上在那裡畫海報的 那個海報很長 因為以前台大真正社 全盛時期有一千多個社員啊 哇 然後我們的那個春假或寒暑假的那個活動 都是十幾個啊 就是四張全開的那個海報紙連起來這樣 很大的海報 那個時候在台大就很很威風這樣 那那我那個時候是海報紙組長啊 大概的時候我就蹲在那裡畫 就直接赤腳然後站在那個那個海報紙上面這樣畫 啊他來了他就想要問我啊 就這樣在我後面這樣 我就感覺後面有那個人家的呼吸 就覺得很討厭這個人 到底是誰我就連頭都不回啊 就不理他啊 就很討厭說在畫圖的時候 人家在我後面這樣看 就全部畫完都沒有 故意不回頭看他 所以他後來就說 我那天去啊 就看到有一個人啊 蹲在地上 我就說啊 對啊 沒有錯 那個人 那個人是我 其實因緣注定 對 真的 真的 我們今天來八山 實在是太精彩了 你看八山又跟他 交男女朋友 這個以前真的很多 對 你不曉得 爬山最容易 因為同甘苦共犯難 對 所以田佑美姆 會記得喔 沒找到伴的 來八山 來八山會找到甘苦喔 是是是 好 我們今天來八山 喔 很幸運 請到我們徐老師來跟我們說 這個 很多很多他怎麼接觸山 怎麼食材的我們楊南俊老師 怎麼做踏茶 這些 我們會禮拜呢 還有續集喔 還有續集 對 禮山兩禮拜 都會請我們徐老師來跟我們分享喔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就要到夕囉 禮拜天這個時間 一定要繼續收聽 來八山